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曾经的富裕之国 韦内瑞拉的故事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韦内瑞拉这个位于南美洲北方一个国家的名字 很多人对这个国家是有听过 但是不知道他在哪里 或是什么样的风阻民情的一个国家 非常陌生 但是这个国家正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扶植 却又彻底被丢弃的地方 而丢弃他的就是奉行资本主义的 为闺孽的国家 也是不断的向世界不断输出民主欢乐颂的美利坚共和国 老师必须说资本主义 它是一个让社会经济与建设可以短期之内呈现爆发性成长的良善主义 很好的一个思想 社会上如果没有出现了资本主义 那么包含你我现在人所有人的生活 应该都处于在日出而习 日出而作日落而习的农业时代 我们的交通工具一定都是马车 我们的往来书信还搞不好还得靠信哥或是油车才能够抵达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过去数十年中超乎想象的科技与经济的成长 资本主义 它功不可没 但是必须注意到一点再好的思想 碰到人性的贪婪 那么一切将会变掉 如同什么呢 如同塑胶袋的发明 塑胶制品是现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东西 无论是人类或是海洋生物都受到这种石化产品的伤害 环保成为人类能不能继续活下去500年的重要议题 然而我们要发现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塑胶袋的发明居然是为了环保的维护 为什么呢 因为发明人是一个在1959年瑞典工程师杜琳发明的第一个现代塑胶袋 在杜琳看来 当时普遍使用的纸袋是让森林会过度砍伐 而且纸袋容易破 相较之下 塑胶袋比纸袋坚固很多 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理论上重复使用 将能够解决 旨在不耐用 跟环境不断砍伐的问题 一个原本是用来为地球生态能够永续发展的生活用品 但是贪婪的人类变成了危害世界最大的用品 为什么是贪婪? 因为贪图便利 如果取得很方便又很便宜 那有什么道理? 还要把这袋子洗过之后重复使用? 皱巴巴的多难看 人性是让世界跟社会恶化的最大因素 回到我们的委内瑞拉 它是一个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热带国家 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国 首都为卡拉卡斯西与哥伦比亚接壤 东与盖亚毗林 南与巴西交界海岸线 包括北部的加勒比海 以及东北部西部的大西洋岛屿 总长约2800公里 不算小了 维内瑞拉里面的生物多样化 为西至安地斯山脉 南至亚马逊盆地 东至奥里诺科河 三角洲物种生物栖息地 严格来说 它是一个有良好气候 土壤 肥沃 且生物活跃的一块 人间天堂 一切都在美国介入之前 维内瑞拉大部分的百姓都是良善 而且幸福的 在古代 维内瑞拉是印第安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的居住地 1498年 哥伦布发现的维内瑞拉 而维内瑞拉在20世纪 是从一个港口与农产的国家 一跃成为了石油输出国 是的 维内瑞拉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 比阿拉伯世界还要多 这么大的石油存量 又位处南美洲 怎么看都在美洲地区有很大的利益 是的 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有美国 所以维内瑞拉里面的石油 在盛产的时候 57%以上都是卖给美国人的 但是这也在油价比较高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输出 怎么说呢 维内瑞拉的石油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原油 它叫做重油 重油啊 它一般原油不一样 它是属于高粘度高分子状态的油品 在特定的状况之下 它不但是粘稠的 甚至它可以说是一种半固体的状态 所以是说开采十分不易 而且就算开采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经过特殊的方式 把它稀释掉 这种重油基本上也是难以使用的 那怎么办呢 在初期 维内瑞拉就像坐在宝山上的乞丐 看得到 但是我花不到这笔巨额的石油财富 这时候慷慨的美国 愿意伸出了元首 美国派来的石油公司 用他们技术 帮维内瑞拉把重油顺利的开采出来 然后把这些重油直接运往了美国 在美国稀释 精炼之后 成为了各项的油品与石化原料 一切都在1922年代开始到1970年 打到了顶峰 维内瑞拉 它最高可以产到每日380万桶的原油 维内瑞拉的百姓就靠着圈地以及霸占道路等等的方式 像石油公司取得了庞大的利益 这些利益啊 就像是每天天上都会掉下来美金 石油公司给了你巨额的利益 而维内瑞拉的百姓 几乎都不需要生产劳作了 他就可以获得巨大的丰厚的收入 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在当时维内瑞拉可跟现在不一样 它可是世界大 世界上最大的威士忌消耗国 这个昂贵名酒的消耗主要的地方 它的豪车与豪宅也是消费力非常大的地方 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件事 美国并没有把这些重油分解的技术跟开采的技术 完全交给了维内瑞拉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维内瑞拉这个地方也曾经在了资本市场的奢华之中 国内的产业迅速的萎缩 人们不再需要工作就可以享受巨额的收入 那么谁还愿意去做一些基本工业 去赚微薄的收入 所以维内瑞拉的百姓逐渐失去了谋生的基本能力 就从1922年开始 他们也认为拥有石油资源的维内瑞拉 蕴藏量几乎可以超越了阿拉伯世界 就算他们十辈子不工作 只要世界上需要石油 他们就有无限量的资源而世界油价当时也持续的走高 即使重油难以处理 但是在高油价之下 维内瑞拉还是可以发财发到无止境的感觉 一夜之间全部都不一样了 在中国奥运过后 用油减少 美国相对的也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的物资 跟他的能源卖给了中国 油价开始走跌 维内瑞拉的高成本重油开始滞销 然而乌落偏逢门前雨 美国开始宣布自家的油业盐开产就地合法 那么石油商就不需要再用这么高的价格 去买很难处理的重油 就纷纷的撤出维内瑞拉 原本能够日产380万桶的维内瑞拉 现在只有10万桶的销量 紫币开始在维内瑞拉不值钱了 几块钱的美金 甚至你可以买到人命 维内瑞拉的整体经济就此崩溃 长期依赖石油财阀与美国的情况 让原本的良田都用来开采了石油 土地受到了石化工业的污染 变得难以继续的耕作 原本工国内的工业体系 在仰赖石油的美好时代 同时也涌入了大量的海外廉价商品 让原本维内瑞拉里面的小工业 整个被摧残到几乎都瓦解了 在石油瓦人 乏人问津的状况之下 国内也没有工业能力去生产的基础 甚至也没有办法有能力的工人 整个国家已经80%的收入都靠了石油的输出 而不是靠他人民生产的GDP 所有国内的产业都进到了停摆的状态 生存成为了委内瑞拉的一个难题 而人民生存有问题 必定会揭竿起意 历史截然 政府为了稳定民心 推出了一连串的福利政策 包含了吃饭不用钱 给你物资 念书12年国教 看病也不用你花钱 等等的高福利措施 一个一个推出来 但是这些政策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 才能够来支撑 而更糟的事情 国内产生了两个政府 一个是美国支持的临时政府 另外一个是他们民选的政府 美国对民选的马杜洛政府进行了制裁 而妙的事情是 除了美国 其他中国等都承认民选政府 而不承认美国承认的政府 但这样下去受伤的肯定就是 维内瑞拉的百姓 为什么? 因为政令不出 此时的维内瑞拉 也就是现在23个州里面 有21个州随时面临停电 而最长可以达到6天 而维内瑞拉同时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伙伴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建设 请拿石油来换 维内瑞拉就开放了中国进入建设的相关事宜 但是问题在中国盖东西是没有问题 借钱给你600亿美元 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维内瑞拉的百姓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 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维内瑞拉即使进行了货币改革 一笔一千换成新钞 企图去遏制了通货膨胀 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 跟他的货币的实力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工业以及农业的实力 而目前低油价的现在 维内瑞拉每桶的原油成本将近100美元的上限 完全没有办法让维内瑞拉可以透过石油重返过去的荣耀 如果要举例说明维内瑞拉像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可以举例类似什么大清朝 大清朝已经亡国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王爷 他还想着自己是一个王爷 花费跟王爷一样的排场 什么都得到位的 那么他就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苦惑 你以为你是王爷 但是现在已经赶潮换代 而维内瑞拉的政府 就像这种已经破产的王爷 还不但的希望自己是个天皇贵宙 百姓没有谋生的能力 钞票比卫生纸还不值钱 因为买卫生纸的钱 已经超过你的你的钞票的成本了 没有工作的百姓 开始抓猫 抓狗 抓老鼠来裹付 大量的年轻人往外逃 我们刚才讲过了 他跟哥伦比亚跟巴西 跟旁边的邻国开始串出去 几百万人的往外逃 而老若妇孺只能挨着日子 等待了奇迹 因为他们曾经享受到那个富裕 辉煌 跟每天就是等吃饭的日子 在现在 如果你带几千块美金去委内瑞拉 你就是超级有钱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货币通膨达到百分之一千万 计算通膨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这样的世界 他成就于资本主义的投入 也败于社会主义的兴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 是积极干预到经济的制度 让海外投资者缺谱 这种社会主义的地区 很容易让你今天投资设厂 明天就有理由把你收归国有 那么资本主义的企业 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待遇 离开成为必然的选项 而这样的状况在委内瑞拉 也是日趋的严重 抗议政变暴动 已经不是新闻 他叫做日常 如果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主义 什么样的思想 让这个原本附属的国家 变成了饥饿与盗贼兴盛之地 那么这样来说 到底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还是社会主义的缘故 让这个国家可以破败之刺 老师认为 不是资本主义的缘故 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干预 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贪婪 堕落 以及思想的停次所带来的结果 为什么是思想停次 因为人们开始等待 政府或是其他人 要为自己做一些什么 而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就来教育来讲 现在的亚洲教育 无论中港台 都是不断的要学习考试 然后把你的文凭拿到手 似乎你今天把一个小孩子 从小学 从幼儿园培养到了 好的大学毕业 人生就此有了保障 国家的国运可以很长 维列瑞拉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纷争 几十年的石油新盛期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很有限 老师见过太多的新生代 从知名的校园毕业之后 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而是想做什么 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我必须去想 我做什么 才能维持我的房租 维持我日常开支 然后从职业生活之中 慢慢摸索自己的未来 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从大学毕业 我们不要做到研究所 大学毕业22岁 如果是硕士 你得24到25岁 然后一晃眼 你就要奔山了 新生代年轻人 必须在短短几年之内 学习到自己是什么 在中国老师甚至看到 从幼儿园就开始积极培养孩子的父母 无论收入多高 甚至收入到几百万人民币 都不够花来孩子身上 而老师问这些朋友 你花这么多钱培养你的儿子女儿 你希望孩子长大做什么 大部分回答都是这样 等他们大学毕业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很恶收 老师年轻的时候也听过 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四岁开始 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直到22岁 我们才让他开始自己思考 你未来要做什么 这样的套路 不要说孩子 说是你 你搞得定吗? 老师访问过很多的成功企业家 他们的创业故事跟努力的故事 可以说是清采绝伦 叹为观止 每一个过程都像是乔家大院 就像是一个大型艺商 这样子的情节 非常的令人崇拜 但是这些成功的人 没有一个认为 他的成功跟他的文凭有关系 当然这些成功企业家 很多也是大学毕业的 那么什么促使他们成功的? 是他们的思考能力 而不是他们考试的能力 我想要 所以我想办法要得到 这就是这些成功企业家 或是政治家的魄力 而反观现在的社会运动 无论是台湾的 比如说太阳花 或是香港的反寿中 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 这些所有我们所听到的学印或社会运动 都充斥一个理想 什么理想? 我想要 所以你要给我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为什么? 因为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 我要 所以你要给我 你不给我 我就搞破坏 我六年大在前 香港在后 台湾正在进行事 中国 你不在里面吗? 我是 故我在 或许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哲学的思想 而是一个人要活得精彩 所必须要有的能力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中华 乾坤门世界文化学会的入会简章 若你愿意赞助本频道 这里有老师微信赞助二维码 下方也有老师台湾以及海内外的赞助方式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老师的官方LINE 可以通过这边来跟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